早安 早安 它一直看起來好涼爽 確實是因為 我想放下來才幫起來 早餐 無安 早餐時間 不想花下來 花了很多工程 其實也還好 早安 很久沒有吃優格 好像也沒有很久 蠻久的 麥片 是麥片 下午好 看來很健康喔 是蠻健康的 因為夏天就是 想吃冰冰的東西 會加水果嗎 不會耶 沒有這麼高質 哈哈 沒有這麼高質 要不要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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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先放 因為沒有差 他們去曼博都有買東西 對啊 好陰陽 竟然是看心情 對,是看心情 我那天一直在想說 去了全聯 去買了那個 麥片跟牛奶跟優格 然後就想說 要買不一樣的麥片嗎 然後我後來想一想還是 買上次吃過 本來想說要不要就是吃看看 那個什麼 桂格 這個 但我還是買了一樣 優格哪個先放都一樣 對 麥片還是燕麥 這算什麼啊 它有燕麥 有燕麥 那不是這種東西 有名的是有一個日本的牌子 蠻有名的 可是它裡面的 就會有一些 不喜歡的料 比如說什麼 南瓜籽這種 就是沒有喜歡 所以我就 我以前吃過幾次 就沒有覺得很好吃 所以它沒有什麼奇怪的經過 因為我們沒有很喜歡經過 有的它會有那種什麼 會有那種 核桃還是什麼 南瓜籽 南瓜籽 就是會有一些 不喜歡吃的料 這個的話它裡面就是什麼 一些 一些 土物 沒有堅果類 那個很重 每次都被拜託買 因為 很重 所以叫你買 吃過一次 但是 就不喜歡 天安瑞包的愛的熊包 謝謝 有很多種果乾 它其實也就只看得到 草莓還是蠻月梅 因為很細色的都沉在下面 我有時候會把它 先弄好然後 放在冰箱 然後隔天早上來 起來吃 但是就會 就會沒有那個 脆脆的 但是好像有說 我們燕麥 前一天 先 放的話 會比較 好 還是什麼 比較 比較好 哪個部分比較好 很糊喔 就會很糊啊 有一種 很飽的感覺 這樣 因為它會膨脹 這樣子 應該時間吸水 對 你就會獲得一碗很大碗 賣麵 細胞水的口感你不信 你看 確實吃了是 確實是蠻噁心的 脆的口感 我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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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的也可以吃完 沒有這些 原則 沒有什麼堅持的 我沒有堅持啊 我就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很隨便的人 很隨便的人 看那個泡麵 到底要不要泡滿三分鐘的 有時候 無聊就會 計時三分鐘 有時候懶了就不會計時 直接吃 看來有時候也會把那個麥片當 零食吃 就沒有牛奶也沒有 什麼 都應該可以加 就直接吃 這感覺很多人都會計時 我是不會啦 因為很麻煩 奶球狀 這樣不是沒味道嗎 有的麥片它會有甜甜的啊 所以 就還好 所以 最近我也不是買那種 什麼好 全部毫無添加那種 健康的麥片 我就是買那種 吃起來好吃的麥片 эту麥片 甜香油味片 超級甜 就他們沒有什麼中間汁 先喝麥片加無糖豆漿 我沒有加過豆漿 我都是加牛奶 我覺得無糖豆漿還是單喝比較好喝 您懂得教堂嗎? 多給他們一點 也好 你封釋 一點 老實說我覺得麥片就是一個會越吃越餓的東西 就好像不會有什麼吃不完的問題 太開胃了 是嗎 非常的乾淨 這湯匙真的其實蠻好用的 會覺得很空虛 所以就是吃完了的感覺 我覺得牛奶泡麥片的話 會比較飽 可能因為牛奶是液體 所以會有重量 但是優格好像還好 會不會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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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保嗎 就是 會吃的東西 這樣 墊個尾 按一下 7月底 今天30號 咧 是有個不圖 對啊 每次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嗨嗨 嗨嗨嗨 吃完了,有很多人進來 在我吃完 吃完剛才那麥田 謝謝季晨能帶你去的浪 晚安 看緣分會很飄 因為莫已關播了 今天沒有很多人直播 天使一人愛的熊抱 天使一人帶你去浪 最近直播都比較少 真的 大家都在練習 真的 大家都在練習 入火入塑的練習 但我們練習基本上都是晚上 公演小沙 我就說那個人沒有被發現的話 我就幫他保密 怎麼會問我們 就是在 就是在 但通常 我可能每天都有練習吧 其實練的就都差不多 差不多啦 就只是後面可能 就剩腹血 前面就是練 練 走位練動作 後面就是 自己 自己 去 複習 前面練 感覺大家 透露著 一種時間壓力 嗯 可能 很難 大部分都是性格 確實 就很剩 剩哪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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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動作嗎 還是 剩 馬 確實 畢竟因為一首歌就是練 一次 兩次 兩...一次 ip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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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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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次就是複習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整個都要複習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真的很可怕的話 才會有可能會有第三次這樣 不然的話通常一首歌就是一次 一次兩個小時走完這樣 兩個小時走完然後錄影 然後到下一次 就會中間可能會隔一兩個禮拜這樣 兩個禮拜左右會隔兩個禮拜 然後在下一次的練習就是跳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一個小時跳完就會再拍一次這樣 但因為有時候可能第一次練習的時候有人沒有到的話 那就是可能那個人是代意 或是那個人位置是空的這樣 然後第二次可能就又缺誰這樣子 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就是練習次數不多 但是都有來的話應該也還好吧 都有來的話應該也還好吧 不會啊 但我覺得四期看起來還行啊 沒有 看起來沒有那種很可怕的感覺 還是 因為我的話我就是 感覺 感覺 遇到墨魚跟鎮鎮比較多 其他 其他 其他四期 灶泥之類的 都沒到就自求多福 對 至少有看到的都 不是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有很多種 應該說墨魚就是到處去代意 所以就是很常會看到他在這裡 就是說 可能他沒有要跳這首歌 但是他會出現這樣 然後就會一直有種 怎麼他好像每一首歌都有出現的感覺 就可能他今天是誰誰誰 他今天是誰誰誰 然後 然後今天就誰誰誰沒有來 然後他也沒有找到代意這樣 然後老師就突然說 欸你上來代一下誰誰誰誰 然後他就被抓上來代 代意超人 對 老師說他是四期專業代意 歌曲全餐 所以就是有一些歌 就是其實他們沒有要上 但是他們就有練這樣子 呵呵呵 就他們不用上 但是他們有練的那個位子 呵呵 呵呵 新生代代意嗎 Ecky也是萬用工具人吧 現在好像還好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現在 我不知道現在 反正現在有人請假的話 基本上都是 好像都是找四期 比較多 不太會有人就是請假 然後找一期身去代意的樣子 就通常都是 找四期身去 嗯 現在聖火 以前是雲之類 因為以前就都是那個啊 以前就都是 一期身 一期身不需要代意經驗之類吧 可能 可能 因為 找一期的話 比較容易被拒絕 呵呵呵 可能 可能沒有辦法 那可能如果去問三四期的話 通常他們可能真的有時間的話就會去 我在說我嗎 我嗎 我嗎 就是不會有人來找我代意吧 就真的沒有人來找我代意啊 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為 就我就已經在那首歌裡面 所以也 也不會找我 就通常就是說 那首歌裡面的 誰沒來 然後從這首歌 沒有跳這首歌的人 外面去找 但是因為就是 基本上 跳的 取數多的話 那就是找其他人 我其實覺得 後面的 不太會請 這樣 就還是那晚晚 一二期 一二期練習 比較常沒有出現 然後 所以就是會很常看到 四期身 不要面子好會拒絕 不是啊 就是說我有空的話 我當然就是可以去 但是就是說 可以 早點說 找代意 對啊 正常來說 就是練習要找代意 但是有時候 有的人不會找 然後 當然有時候 老師會提醒 就是比如說 他說要請假的話 老師就會說 那要找代意這樣子 然後他就要去找代意 但他如果 真的找不到的話 好像也就是空著吧 叫組長敲 不會叫組長敲 就是叫 要請假的那個人自己去敲 因為我們也不會知道說今天誰沒有來 就是我們今天到了 教室然後就說 今天會到嗎 今天有誰這樣子 然後可能 可能跳著跳著才發現說 這個人是代意 就是說這個人 不會 就是當天他不會在舞台上 就是他現在不是 這個人 就是他幫別人代意 但是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就不會特別去記說 這首歌有誰要跳 你知道嗎 就是我只知道我要跳這首歌 但我不知道 誰是有跳這首歌的 所以就是說 跳一跳來的話 他說 他是誰誰誰這樣 然後我就說 真的 請假通常是跟經紀人姐姐 然後要跟老師講 然後 通常要跟在 跟組長講 就是至少跟隊長 或跟組長講 通常 就是至少要 可能至少要老師跟經紀人 對 穿個新式的背景 沒有也不用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 東西 今天的組長不用 不用啊 告訴我幹嘛 反正我也不會記起來 要跟三個人請假 對啊 我就會進教室 然後 然後 大家就會開始說 然後 大家就會開始說 什麼 喔誰不會到 誰有請假 誰會晚到 這樣 進去的時候 進去就會知道 說今天有誰不會來 進去就會 知道 說今天有誰不會來 通常就是在那個時候才接收到消息 通常就是在那個時候才接收到消息 說 今天誰不會來 今天 就是我不會體 我不會體前知道 通常就是我到的才知道 喔今天 也沒有期 這樣 今天也沒有 就是 那個陣容沒有到期 就蠻常那個陣容沒有到期 就是 代意之類的 我會不會 一直沒來 會被人罵嗎 嗯 我覺得是 不至於啦 就是你一直沒來就算 但是你有練好的話 老師還是 不會怎麼樣 除非你就是一直不來 然後又 又 又沒有練習的話 發現老師可能會殺了他 殺了他 這樣子 對看結果 就是你都沒辦法來 教室走位練習的話 那就是 總彩 總彩排這種 總複習的時候 你就是 自己看影片 自己練好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這樣子 哼 但如果找不到位子的話 老師就會 想說這個人怎麼 就是 他又不來練習 然後又 又找不到位子 找不到家 老師就會碎碎念 真的是一個信賴的感覺 就是說 他 他知道這個人沒有來 但是他會練習的話 他就會 沒有差 這樣 在群組要亮出刀了 哈哈 對 因為 因為後來 因為現在的話 就是比較像 那個最最終階段 反正就是說 應該練的都差不多 就是那個 每一首歌的第一次都 練的差不多 除了可能 有幾首歌 可能還沒有 哼 這會影響選拔 名單嗎 你說哪個部分 你都練習沒有到 之類的 我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現在就是複習的階段 對 有些人可能 時間 可能沒辦法 的話 就可能沒有辦法 來 謝謝 再集你之後 啾啾你 喔 欸 大概有點不好 感覺像炸彈一樣 對啊 就是炸彈 就是顆炸彈 所以 而且最近 尤其是那個 六日的時候 就是六日會有很多活動 所以六日的時候就 很容易打到 就比如說他們去 那個 曼波 然後 生日會這樣 七月 生日會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人 在那個 全員都要到的時間 然後消失 這樣 然後老的就是說 就是說 都 就是都 借了教室 但是人都不在 這樣子 哼 何曼博是禮拜日去的 就是你們 看完 蔡雅蘭他們簽名會 後 晚一點去 因為那天有練習 這樣子 本來想說 要不要最後一天 去 但是因為最後一天 就是也有事情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最後一天要去 就要很早去 那很早去 就要排隊 就因為不想排隊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那還是就 禮拜日練完去 所以我們就禮拜日 練習完 然後我們先去吃了個飯 然後才去 所以我們吃了個飯 就已經 五點五六 快要五六點 這樣子 然後就進去 因為他到七點 所以我們就大概逛個一個半小時 這樣 所以就是 都進去了 但是還是會看到有些 有些灘還在排這樣 所以我們就 直接捨去 捨棄的那些灘味 就是因為 就是時間也不多 我們就不去排 那種 我們就去逛其他不用排的地方 等他那時候他還有蓋 這樣子 就是在最後的最後 還是有逛到 大概應該有逛個一個 一個小時以上 至少有一小時 一個半這樣 那是偏 有點偏極限的那種感覺 就其實沒有那種好好工作 就真的是去這樣 公開戲看 然後這樣 是十分鐘 十分鐘 嗯 然後這樣看看 嗯 好好走 這樣子 還有時間畫畫 對 因為就是 我們就真的很捨電 因為我們沒有人 說什麼 一定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看 這樣子 要找什麼 就是沒有 我們沒有目標 我們的人沒有目標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進去 然後就這樣看到什麼 就看什麼 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這樣進去 然後這樣 嗯 啊 有那個圖壓牆耶 這樣子 然後就是走過去看一看 然後想說 那要不要寫一下 然後就寫一下 嗯 本來想看你推的周邊 對啊 完全 啊 可能也是因為 我推應該在 木棉花嗎 我不知道耶 但是就是說 就沒有進去 嗯 但我旁邊外面也沒有 沒有什麼看到 當然有很多那個公仔的話 偶爾會看到 看到那個 他們的公仔 這樣子 就是說那種 當紅 當季的 Anime 都是在那個 熱門的 熱門的那個 攤裡面 都要進去那裡 要排隊就很 很久 所以我們都沒有去 沒有去到那裡面 我們就真的只有在外面 就只有看到那個牆壁而已 只有他那個牆壁 對 我們就是挑那種 可以不用排隊直接進去的 然後進去這樣 好 有聽說有人找到 史努比存錢的 就是他很可愛 因為他其實蠻大一個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 他要就是兩千塊 我可以理解他要這個價錢 但是就是說 畢竟 我就不是一個 我就連五百塊都捨不得花 就是不會去花兩千塊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是看著看 對啊 他手可以折耶 他手 他可以 坐折也可以站折 然後手也可以這樣 然後頭也可以轉這樣子 不便宜 但是就是他看起來 質感是好的啊 就也不會那種 因為我像 我有看到一攤 他就是 就是那種 抽錢抽獎還是什麼 然後 抽東西 然後他一獎是 史努比 然後那這史努比就是長得超醜的 然後想說 哇這個要抽到一獎 然後還不是可愛的史努比 要幹嘛要抽的那種感覺 呵呵呵呵 我就想說 好像沒有很划算 如果抽不到 然後還抽 就算抽到一獎 也是很爛的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公仔嘛 好的公仔 就本來就是蠻貴的 而且因為他體積很大 所以我就覺得還算 還算合理啦 那個東西 畢竟因為你看像有的這種黏土人 他就是這樣小小的一隻 然後也是要一千多塊的什麼 反正就是看對那個東西的愛 也有沒有很大吧 因為有些東西就這樣小小的 然後就是也蠻貴的 但是他這樣耶 他有這樣子耶 他有這樣子耶 他有這樣耶 很大一隻 的話就會覺得這也還不用 這樣也還好 好像也還好 30公 好像也有30公 主要是他可以動欸 因為有些純線痛 不能轉 就是公仔這樣 但他可以轉耶 哈哈 哈哈,它可以轉耶 然後我就想說,可是這個買回家感覺就是 因為它是灰色,黑色,黑色這樣子 然後它有放在那個展示櫃裡面 然後我就說,那感覺,就是黑色感覺不容易髒 但是有灰塵的時候很明顯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那個展示櫃,它上面真的有很多灰塵 因為我就是,老實說我沒有很常會清那種什麼灰塵 就是比如說這個鍵盤上面,然後有時候就會激灰塵 就很懶得清這樣,然後就會有很多灰塵 但因為立牌什麼的,就是看不太到嘛,灰塵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我就當作沒有 但因為黑色就很容易看出來,然後就是 就是這樣 比如說那個電腦,就是這樣 電腦螢幕的上面很髒之類的 我放櫃子,我沒有放櫃子 我沒有放櫃子 對,眼不見為景 眼不見為景 眼不見為景 每天丟10塊,順便擦一下 因為我當作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有去那個什麼曼迪 最後的最後 大概剩30分鐘的時候 就進去了那個曼迪 它弄了很多柯蘭的周邊 然後看完就 那小型就去拿了一個 什麼巧克力牛奶還是什麼的 上面有寶可夢 我就說不可能來這邊買吃的耶 它買了飲料 然後它後面又看到一個 什麼就是那種很像爆米花的那種 就是一樣是有角色 聯名,然後它是食物 我就說不可能來這邊都是看在食物上面 就是它看了兩樣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看起來很棒的時候 拿起來的東西都是吃的 對 你覺得我要不要買這個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就是食物 這樣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就說 是 原來 原來就是這種 賣食物的 商品真的會有人買 這樣 因為我的話就是 我沒有很想要買那種 是食物的 那種 商品 我就想說 就是也捨不得吃 然後就是只買包裝的感覺 就是 不會買 哈哈 就因為迪士尼什麼的 不也是嗎 就是賣 餅乾 然後 外面送你一個盒子 哈哈 但是迪士尼的話 還可以理解 迪士尼 嗯 至少它裡面的餅乾 也是真的做得很漂亮 欸有的它這真的是 就是一個 的丁石 看它們的餡活 新它放的包裝都帶回來了 不可能耶 副小周邊的餅乾飲料 副小周邊的餅乾飲料 就是去那個都要帶一點小東西去吃 不然的話 因為大家如果早上就去排隊的話 然後就是 因為在外面就是一直在排隊嘛 然後你進去也是要忙著搶東西 然後 買東西要逛東西 就是你也沒有什麼時間去買東西來吃 或是坐下來吃 就是 就是 感覺就是要帶一些小零食 親愛康米的加油 怎麼會很多免費的能吃 但因為有時候就是如果裡面擠的話也不會想要吃吧 就感覺也很不方便 要搶東西應該不會餓 確實 然後我們就看到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個 就是應該是遊戲那區 裡面就是有爆米花 就是我們一直在想說為什麼會有爆米花這樣 試吃麵還是什麼的 拿了一堆 但我們進去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什麼吃的 沒有什麼送吃的 可能你就也都收了吧 不然又是即將採摩 都沒吃到虧爛了 太晚去了被吃光了 就是說 反正我們也沒有 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 本來就沒有想要太早去 就其實我們練習完的時候 其實如果最快去的話 大概3 3點多4點就可以到 但是就是說好像不需要這麼早去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混著混著 然後就大概5點的時候才出發 然後大概5點多的時候才出發 然後大概5點多的時候才進去 對我們真的是去話 3點多的話你們還在 哈哈 我們就是想說練習完 然後先吃個飯好了 先吃個飯 還有要練習 有啊 因為前一天 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怎麼辦你明天禮拜日少很多人 就是要練什麼歌 然後什麼歌都沒有 都會缺人 都會缺個3、4、5、3、4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 到底要練什麼 要練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好不容易喬到一個 可能早上先練這首歌 然後再來練這首歌 然後老師就一直問說 那你覺得他需要練哪一首 你覺得他是需要這一首 他還是要在還是要這一首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是喬著喬著 然後就說那 這首他應該要到這樣子 所以就是調整了這樣子 就可能上一面那一首菜人不在 就是算了這樣子 但是這一首菜人要 還是要練這樣子 就因為難得 反正不是在公司的話 就是教室就比較大 所以就難得有比較大的空間 就是希望 那首歌的就是 陣容應該都要到這樣子 才有辦法知道說 你站在幾號 你站在哪裡 然後怎麼樣才不會撞到 怎麼樣走這樣子 然後因為很多歌都是 我們在舞蹈教室 基本上就是沒辦法練的 就是沒有辦法放開來練 因為就是很擠 然後就是大家都是跳 就是跳小小的 然後就是什麼排數跟號碼 基本上就不可相信這樣 所以才會說大教室的時候 希望在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問他們說 那你們禮拜日 趕得上練習嗎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就是說 應該勉強可以一點 一點左右可能可以到這樣子 但是還是晚了大概半個小時 當然就是還有半個小時 可以讓他練這首歌這樣子 因為老師就會說 很可怕喔 不練的話 很可怕喔 這樣 是有點多離開的樣子 所以老師就會說 很可怕喔 不要再跳錯囉 誰敢再跳錯 哈哈 尤其是那種全圓的 全圓的 因為就是全圓都在上面 所以你知道那個跳錯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因為很多人就是總會有一個人突然放牆 所以就會整個看起來很斷 這樣子 老師就會說 很可怕 很可怕 就說 這地方的話 就是大家開心就好 但是 副歌請跳好 這樣 副歌請大家跳好 這樣子 老師要開殺 對呀 老師要開殺 誰在跳錯 全部都變free 就老師也沒辦法 老師就只能這樣子念你 然後你要練習 就真的是你自己要練習 就他也只能念你呀 就是說你不要再跳錯 然後不要 要記得喔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就是要複習 就是老師也只能這樣講 他又不能逼你練習 他只能威脅 他只能用言語的威脅說 再跳錯就殺了你 這樣 不然的話他也沒辦法 沒辦法 怎麼強迫 對呀 又不能讓他補上 又不能說喔 這人跳不好就換一個人 就會 也沒有 我們公司也沒有這麼壞 就是說 不會說 不會說什麼 他跳不好就直接 不讓他上 就是還是會讓他上 因為有些可能就是 可能覺得你 不能上台 就真的不讓你上台 但是我們公司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還是會 還是會讓你跳 從以前就這樣 什麼mini concert 公演什麼 都是 就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 都練了就是上這樣 嗯 都是 太重了 但是這種就是演唱會 演唱會跟 演唱會跟公演什麼的 就是 老師還是會看 所以大家應該 皮還是會繃緊 太重了 太重了 所以就說 難怪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活動 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有第二個活動 就是大概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基本上成員沒有辦法 多 就是 就是 這個 太多 事情 衝在一起這樣 所以才會說 很多事情都會 因為這樣 延期 就是因為就是 也練不起來這樣 說好的 分頭行動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子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子 同時進行很多 東西的練習這樣 沒有辦法 的樣子 就是公演就是 這個月就是公演這樣 這個月有演唱會 那就是不會有公演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好像基本上 不太會讓它放在一起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活動 能不跌到的話 他們就不會讓它跌到 而且那個跌到不是說 因為五周年 所以 這個東西就不能先練 這樣子 就是 就不會說比如說 五周年跟公演 這樣子 然後五周年的前面 不就會練五周年嗎 然後 中間練一下公演 就是不會 不會這樣子 通常就是 通常就是 五周年然後 前面會有五周年的練習 這中間通常不會在夾雜 然後 直到五周年結束之後 才會這樣 然後再開始練 後面的東西 不但是成為 有一部分是 老師也很忙 老師 老師就很常 就是 飛來飛去 然後 會突然 就是有一個禮拜的空閒 就是沒有事情 就是因為老師不在 呵呵呵 哼 五周年只有一天也是這個原因嗎 應該不是 但是很 大多數的時候 都是先移 沒辦法 沒辦法 這個 理由 就是說 怎麼可能練得起來 就是秀根 以前我們不是有一次 好像是二周年還是什麼 就是我們本來只辦一天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辦了兩天 後來突然變成兩天 然後 然後因為 大家說什麼 不可能兩天曲續都一樣吧 都是一樣的歌 辦兩場吧 這樣子 然後 就真的是為了這句話 然後 就是再多練了幾首歌 就改了幾首歌 然後老師就說 辦不到 那反正最後還不是改的 就是說 兩場的曲 歌曲 中間那段是 有換過的 但是 本來 本來是沒有要換過 本來是沒有要換的 這真的是 一樣的一樣的 然後跳兩場 這樣子 但是因為 就是說什麼 反正就是說什麼 然後 因為如果都跳一樣的粉絲 會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就是最後就是 那就得 有幾首歌是 換掉 然後就是得 換掉 那因為那個時候 好像是很後面的時候 才突然說什麼 要加場 然後 然後 什麼歌 要 多練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時候老師就說 怎麼可能 練習來不及練習啊 什麼的 怎麼可能 但是最後還是 有練習啊 最後還是有上去就是了 所以說我們 大多數的時候 應該也不是說辦不到 就只是說 會先說 辦不到 這樣 那如果有人 有人一直說 不管就是 就是你 就是得 這樣子的時候 那還是得 這樣子 就是還是得 還是得 練會 就是沒有拒絕的那個余地 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要嘛就是要逼 逼到一個極限 不然的話就是 放縱 這樣 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得練好 這樣 一種就是說 好啊 趕不上了那就算了 這種 只有兩種 嗯 嗯 說辦不到會高紀錄改歌曲嗎 會 我覺得會 因為有時候你就是看 就是 老闆好不好講話 這樣子 就是說 他覺得應該要的話 就是 我們也只能做 但是他覺得說 哦 這樣的話下面的人會困擾 那就是 那還是不要做這件事情 這樣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應該說大家需要被 被強迫 才會 才會 去做 不然的話就是 大家都說 怎麼可能 現在練這個 然後下次就 這個 中地要練什麼 然後馬上就要接什麼 怎麼可能 練得起來什麼的 這樣就是 就是因為會 大家會先 先說 不行嘛 但其實逼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 就跟四級生那時候 要上公演也是一樣 這樣 就是說 就是很想要讓他們趕快 學好這個位置 然後讓他們上公演 這樣 然後老師就可能 會說什麼 可能不行啊 很可怕啊 什麼的 或是 成年說什麼 可能 很難啊 什麼的 應該沒有辦法 就是很快就是 上台什麼的 反正就是逼著逼著 然後就上台了 這樣 人都是要逼的 對 人都是要逼的 就是會先幫 他們說 不行這樣子 因為就是 因為 以一起生的 體感就是說 練一個公演 至少要半年 這樣 其實我老實說 我自己是覺得 半年有點久 大概兩個月就差不多了 兩個月就 圈久了 但是 但是大家的那種 體感就是說 兩個月太少 沒有練兩個月真的是 不行 不可能上台 這樣 我是覺得說 就還好吧 就是 一個月 因為兩個月是 我覺得可以的 那個時間 這樣子 只要有兩個月的練習 就可以 但是說 當然是說那個兩個月 的練習 當然本來就是要多 才可以兩個月 如果你兩個月就只練兩天的話 就只練 一個月 一個禮拜 一個月一個禮拜 那只練兩個禮拜的話 那確實兩個月是有點少 就是說 就是說 可能以下的體感就是說 如果要練的話 就是 因為我們 一個禮拜的練習 頂多可能兩三天 就是 就是會 七天裡面 會有五天是閒置的 那就是 確實效率會很差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就 不能把那個練習 塞買嗎 這樣 但是就是 現實就是沒有這麼輕易的 說做就做 就可能老師時間也不行 成員時間也不行 那就是最後就會變成說 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練習 能塞就塞 我覺得 這種時候 就需要公司 要有一個黑臉 有一個黑臉在 就比如說 如果 老闆是黑臉 或是 那種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活動 活動 要辦活動的人 要是黑臉 這一天要辦活動 就是要練好 就是沒有理由 的這種 這種角色 不然的話 大家就是一直 來不及 看不到 練不好 以前是真的是 可能一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或是 以前也是蠻常會發生這些事 有時候 他就說 可能明天 明天有個通告 這樣子 然後今天才可以 round down 然後 然後 今天才開始練習 然後明天就要表演 這樣子 的時候也是有 那還不是就是 就是 就只能說 印著頭皮 在公司 練 那個半夜的時間 這樣子 可能10點 11點 12點 在公司 那邊 抱佛腳 也是有的 就是說 人就是要被逼 才會努力 因為 不然的話 就是 確實 丟臉的就是自己 所以那時候 就是 可能上節目啊 有時候要跳什麼 Cover什麼的 然後就因為沒有時間 真的只能自己逼時間出來 就是說 那我們 找什麼時間 然後練 然後上 才有辦法 上去 不然的話 就是 也不太會有人 說什麼 幾號要練習 就是說 自己 自己 練習 前例是被逼出來的 所以 不然 但是身為一個人 就是會一直這樣睡眠 太趕了吧 沒有時間練習 好可怕 好慌 這樣子 確實是蠻慌的 因為我們就是說 我們太少這種 太少這種 經驗 太少這種 很趕的時間準備 因為我們就是 習慣了這種 拖很長的練習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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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幾天 就要馬上練好 對不對 大家就會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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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 就要怎麼樣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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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人類的 技能 怎麼辦 怎麼辦 順念是必須 順念是必須 所以 就是說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現在就是 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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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決定 八月 腰版五週年 但是 就可能我們 自己知道的時候 那時候 投票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投到五 五月還是什麼 那不就代表說 六月就知道 有什麼歌入選 但我們還是硬是拖到了 七月 七月 才知道 要跳什麼歌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還是 還是拖到了很後面 才開始練習 就其實 如果你覺得太 沒有時間準備 那就代表說 六月就可以開始準備 但是就是 六月沒有開始準備 六月就是很閒 所以大家就一直問說 五週年開始練了嗎 這樣子我們都會說 還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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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月的時間跟練習 結果竟然壓縮到一個月 所以我就說 我就看不懂 我就看不懂 就是說 大家都 我就是知道 大家會 大家會 慌沒時間練習 那我幹嘛不早點開始 對 雖然我也是覺得一個月 就是也還好 因為我們一個月練習 也不是說到 每個禮拜 塞七天都 有人在練習 就沒有啊 就一個禮拜 也就是三十天 然後 假日也是 基本上都是放假 假日基本上都是放假 就好像也沒有在練習 但是只有一個 一個多月這樣子 只有一個多月 但也沒有是 那種集中的一個多月 就真的是 三個月的東西 然後 只是普通的移到了一個月內 但是那個練習量並沒有增加 就是說 量沒有增加 哈哈 就是假如說 三個月有三十 三十個練習 這樣子的時候 也不會變說 一個月內有三十個練習 會一個月的時候 也不會變說 一個月內有三十個練習 會一個月內大概就是十個練習 那種感覺 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縮短了 然後集中 練習量 變多那個練習量 這真的是 練習量也會跟著減少 只會有這個 情況發生 不會有什麼 一個月有三十次的練習 這真的是 一個月 就可能剩十次這樣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嗯 教母好 教母好 對練習制度很有願言 嗯 我是覺得要嘛就是 時常拉長 要嘛就是 次數增加 就是因為 我真的覺得 就是沒有很 那個 自主練 沒有自主練 基本上 沒有自主練 除了那種UNIQ 這種少人數的 會有自主練 其他都是老師 說幾號要練這樣 只有 那種UNIQ UNIQ是 說 自己先練一次 然後再約老師 然後練一次 這樣 嗯 嗯 那我是覺得 就也 就也 還好 可是因為我也沒有什麼 對我來說沒有 新 新的東西 所以沒有說到 覺得好像 嗯 要練什麼的 那種感覺 小組約練不過那就是 對就是公演 公演的話就是 自主練 自主練 很常約 很常約 對 但是因為就是說 以前 以前的狀況 就比較好啊 就是說 練習基本上 大家都會到 但是 現在可能是因為 反正一場公演 就跳的人也多 然後 也不是有人 全場都有跳 就是可能有人都是 跳半場 或是有的人 只跳三四首 有的人 就只來跳 就是那個練習 很難 揪 很難揪 人 全部都要到齊 所以就是 自主練就 沒有什麼意義的感覺 所以自主練就 很少出現 因為以前的話就是 可能 Sakura 就是 Sakura的人 這一場都會出現的話 那就是 直接約這一場的人 來 然後從頭跳到尾 然後跳完 這樣子 但是因為 現在手間手工演 就是可能 有的人 就只跳前四首 然後他後面就休息 然後他可能 只跳中間兩首 然後他就休息 然後為了這兩首 來這個自主練 那可能他就會覺得說 那還是我這可以不用 就是我可以請假之類的嗎 或是 那就會變成說 那不會到齊 那沒有到齊的話 就是說幹嘛要練的感覺 以前就人很少 但以前人就很少 就是說 湊齊十個人 十一 就已經 沒有很容易了 要湊齊十六到 十八是真的很難 自己想要跳 嗯不行 因為我們教室要用借的 就是要去跟 公司說 就是這一段的時間 可不可以 借 那也不一定借得到 而且基本上 也不會讓你 無緣無故一直 借那個教室 因為教室這個 本身就是 還是有 限制 中山地下接自己練 就是再加自己練 就畢竟我們的練習教室 不像 可能有些 有些 可能有些公司是 就可以 想用那個教室 就用那個教室 就是 我們教室也不是說 我們想用就要用 因為就是 畢竟 好演跟喜歡是一起 在同個地方 所以就是 這個練習 是不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不能想用就用 越說越難過 教室不是我們想用就能用 而且因為以前 老實說以前 我們看以前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說 以前為什麼 可以塞這麼多人在教室 就是因為以前 那個舞蹈教室 就是真的是舞蹈教室 它不會有 其他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那個 舞蹈教室就是 會有一些 器材什麼的 然後就會 全部卡在教室 然後教室就會很急 就是大家會很急 但是那個東西 又搬不出去的話 那就真的是 只能在那個地方練習 嗯 就是說 以前的話 裡面就只會有 音響跟那個 弄音樂的東西 這樣 現在的話 就是會有 鋼琴在裡面 然後會有那個 麥家 然後會有 桌子椅子 然後那種 那種 類似 隔音版的東西 然後就會有很多東西 塞在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 就是 一時一時會把東西搬出去 就比如說椅子啊 什麼桌子 先搬出去 但是鋼琴 就沒有辦法 鋼琴就不是說搬出去 然後再搬回來 就很簡單 就是很麻煩 所以那個鋼琴 我們不會動鋼琴 所以就是會有一台鋼琴 一直卡在那個邊邊 以前的話 就頂都可以站在6號 然後靠牆 但是現在的話 基本上 5號的人都沒辦法跳了 因為5號再過去就是 琴這樣 所以基本上 5號的人也是只能這樣 不是三角形的啦 墊子 墊子 但是說右半邊的人 基本上到5號 5號就是 5號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再出去 所以不會有5.5跟6號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站位 那個地鐵 姑且是會放到6號 但基本上 5號的人 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往出去了 謝謝小鈴的帶雨去流浪 所以我們才會說 要把握所有的 可以去大教室練習的機會 但我們真的很少機會可以去 然後去了還不會全到 去了還不會全到 就是會很容易 因為通常去的時候都是假日 但是因為假日就很常辦活動 那就會有人沒有到 這樣子 我們應該有個半年 都沒有在大教室 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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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的距離嗎? 只有演唱會有標準的距離 但是平常練習的話沒有 基本上就是二四半的人去踩兩腳 然後可能會在兩腳的邊邊這樣子 可能就是大概是兩腳二四 大概是四八公分以內 寸圖寸金 這對很花錢 所以平常不能當 就也沒有 通常就是老師就把地鐵給某個人 然後某個人去踩這樣子 反正公司的那個教室的話 兩腳就是極限 它沒有辦法到兩腳半 兩腳內 兩腳內 地鐵 不敬大腳 就是 罵罵 它是真的有其他人常用嗎? 就是說 教室 教室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 就是說真的沒有必要很急需 一定要用的話 大家不會去接教室 不會說什麼 喔我只是想要稍微練一下 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的話就是說 那就在其他地方複習就好 不會說 通常一個人不會讓你借教室 好 這裡只能自己找地方複 就是跟我們 我們那時候餐會的時候 我跟劉亞晴跟林玲 就是要練累掉 這樣子 但因為我們沒有去接那個教室 我們就是通常就是 等那個我們練習完 然後 那個空閒去裡面 裡面大概練個一下下這樣子 然後 就到餐會的那一天 我們就站在那個 辦公室的旁邊有一個 就是 就是 有那種鏡子 就是 牆 但是它會反光 就是從那個反光看那個練習 就是用那個反光的地方練習 帶一個小小的地方 用那個反光的東西練習 就是 不然的話就是找那個 比如說今天是 誰 什麼的培訓這樣 然後在這個培訓的後面 因為通常 後面的話就比較不會有人 沿用那個教室 然後 就 也不用特別去 接那個 就是 趁這個練習結束的時間 大家還沒有離開 大概就再多用一下那個教室 對我們現在都只能用這種方式去那個 偷教室 用偷的 哼 哼 哼 就可能就是 教室是借到 借 可能借到7點 這樣 然後7點 後還 還不出來 就是 還在裡面混這樣 哈哈 撿一個教室 這樣也是 對 不指望不會跳出來 哼 有效多利用 對啊 通常就是 趁那個時候 練一下 這樣子 因為老實說我在家 就 不太會練習 因為就是在家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空間感 沒有那個空間感 我就會覺得說 沒有那個空間感 沒有那個空間感 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在家就是會在原地練的感覺 就是想要移動 那就是在家沒有辦法 對我通常在家 我都是只看 只看影片 只看影片 跟看那個走位 這樣子 對我 那就是在家 就是在家 就是有種提不起勁的感覺 就是需要到了公司才會想練習 但是就是說 就是仗著自己 這樣子 腦海 腦海 腦驚動的算蠻快的 所以就是仗著自己 練習前 才在練習 對 就是有點 過於相信自己 這樣 呵呵呵 過於相信自己 那有時候就會直接說 應該還好吧 這樣 應該 應該還好吧 這樣 然後就直接到了培訓的時間 然後開始思考 應該可以吧 這樣 然後就跳 這樣子 我 我有本錢 可能是因為 就是基本上我的位子 因為我的位子 本來 以前就都在那些地方 就是不會 我的位子不太會有變動 太大的變動 但因為其他人 可能以前的站位 比較偏後半段的話 就會 有那種 往前的風險 那就會往前的話 就是會換嘛 但因為我就是很多 東西基本上 我的位子就是在這裡 那 往前的那個機率比較小 所以我基本上 不太會換到 的話 我就是沒有什麼在 沒有什麼需要 接受新的效果 就不會有那個 混淆那個記憶的這個東西 就不會有說什麼 突然跳一跳 跳到以前的位子 不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我以前就跳這個位子 所以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的 有多練站位的動力嗎 不知道欸 我在往前就是抬一下 老位子 就是說 是可以練啊 只是說 就沒有 沒有需要 謝謝吉米周 JuJu你喔 但是好像沒有需要 所以 就不會 不太會換到位子 我本來就是一直 就是 都行 本來就是一直都行 尤其是商演這種 就六個人 這樣子 基本上 去哪 好像都可以 欸 就說 就這個號碼 就在這裡了 就很少會 換到其他地方 比如說 就跳一秒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 站一號 就不太會有說 什麼 突然要去跳二號的問題 就不太會 哈哈 看來還是少了 敢找我去代位 就是說 不太會找我去代位 因為 因為我的位子 隔壁是 林奕雲 但因為林奕雲 是那個最常去代役的人 那他 他已經被抓去代役了 那一號就只有我能跳 所以就是說 我很少會被抓去代役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林奕雲在代役 所以沒有人跳一號 所以我會去跳一號 除非有人來跳一號 不然我不會換位子 不然我不會換位子 所以我那時候 代役就是 就只是因為說 因為是P組 因為是P組 有人不能跳 然後 林奕雲是跳一號 所以才會變成說 因為我就沒事 我就沒事 所以就說 找不到人代役 我就說 我那可以啊 我去代役 所以我那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代役 換位子 就是那 唯一一次換過位子 手牽手 就是那個 三創 那一場 三創那一場 三創那一場 就是他都會 優先找 可以上的人 然後去問那些人 然後 但因為我就是 反正現在基本上都是 兩場 就是跳兩場 的話 我就是只有一場 有空閒 那我就是 基本上我只能去 帶P組的人 那就是看P組 有看誰 不行 但通常 都會有人 去帶 這個 通常都是T組的人 好像都是T組的人 不行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就以前 不要代議的 這個消息 不太會接受到 可能也沒有辦法 所以不會來找我 因為有時候就是可能說 什麼 15號 16號 那種 後半段可能 沒有人能跳 就比如說什麼 汪曼玲的位置 什麼 誰的位置 沒有人能跳 這樣子 就他不會問到上面 不會問到前面的人 去 就這麼會去問 可能問四起 可能問三起 我太會問到前面的號碼 因為就是可能問到前面的號碼 前面的人 除非前面的人 可能他的對位 也能跳 不然的話 前面的人 往後去的話 前面就會空一個位置 而且因為 後面的號碼 基本上 現在後面的號碼 比較常是 這個位置就只有一個人 這樣子 所以這個人不行的時候 就會 就會 直接空掉這個位置 就會沒有這個人 就會沒有這個人 因為前面的人的位置 基本上都有對 所以 少一個就是另外一個可以 少一個可以另外一個人去 然後再加上 因為反正現在這種 手牽手代義 老師絕對是 老師絕對是 不會教 就是說他不會教你 什麼 重新教你 然後怎麼跟大家一起 就是他就是只有那個 當天直接 彩排 當天只有練習 的那一次機會 這樣子 就比如說禮拜六的 五場公演 這樣 就會在 比如說就會在今天 練兩個小時 這樣 然後 然後下一次就是到烏美 了 這樣子 所以那一次就要 練好 這樣子 的感覺 不會有那個什麼 為了 你要帶一 前面再多幾個練習 不太會有 啊沒有 結果根本沒有 所以就是說 有的人也不會就是 盲目的 接下這個任務 就是 我覺得願意接下的人 就是 就是很認真 才會接下這種 說什麼 可以跳這種 不然的話 絕對是說 真的 真的要 整 整場嗎 就是會有這種 真的接下的話 就是 值得 值得鼓勵 有困難 你就看士奇生 有誰換了很多位子 我覺得 我覺得士奇生 多數都有 兩個 兩個位子 兩個位子 以上 多數的人都有 兩個位子的感覺 也都是大好人 因為像 比如說一奇生 二奇生 的話 頂多有些人 可能會有 曾經 這個 曾經的號碼 這個位子 但是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 不記得曾經的那個位子 哈哈哈哈 對 阿我的話就是 因為我沒有變 所以我沒有曾經的位子 我就是一直都在那 因為以前的話 就會有說 什麼 以前的時候 第一次的位子 是在哪裡 然後 可能 這個當下 少了那個位子 就會去翻那個 翻這個 上上的 這個位子的人 到底是誰 比如說 可能就會說 這個位子是 這個位子是 阿潘的位子 之類的 然後 誰 誰那個時候 跟他跳 同一個位子 可能 踢他脫的 這個位子是誰 然後皮卡夫的位子 這個是誰 那這兩個人都沒有留下來的時候 那這個就不會有人選 那如果有一個人有留下來的話 就是說 有一個人畢業了 一個人留下來這個位子的話 就會去問這個人說 那你還記得你以前跳的位子嗎 這樣子 那大多數的人會不會說 喔 不記得了這樣子 那就會變成說 那要再找 新的代意的感覺 或是就是請他 可不可以去 復書一下他以前的那個記憶 然後代意這樣子 對 去回憶一下自己的記憶 對 這種時候 我覺得這種時候還是 有差耶 就是說 好 我可以試看看 把一件 記憶找回來 跟我沒有辦法 可是這兩個回答 我覺得會處決 就是會 會對那個生 日後的這個 東西 有一個 影響 這樣子 還是會有影響 吧 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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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就是會有比較啊 尤其是在這種團體 一定會有比較 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 今天有一個人 他就沒有跳過那個位子 但他選擇了去練那個位子 跟你以前有跳過這個位子 但你不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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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顧你以前那個位子 只是會有這個差別 但是 肯定就是 可能這邊 會比較好啊 但真的不記得了 能怎麼辦 就是說 你練過一次 肯定複習 會比人家學全新的 還要簡單吧 就是因為你已經跳過這個動作 你多少 就多看幾次 還是 總比 這個 完全零的人 學的還要快吧 除非 你的底子 真的沒有這麼好 你的 你真的是 忘記 你就會完全變成一個舞癡 這樣子 沒有跳了這個東西 你就真的 再也不會跳這個動作 那也是有可能 但是說 就是說 一定是 一定是 全新 從頭自己選 而且是自己選 我們一起生 一二期老師說 就是 有跟著 老師 跟著日本科的老師 然後練習 好歹至少也有 跳了快一年 這樣子 應該還是要找回 記憶的話 算簡單吧 對 所以說不行的人 就是不想跳 哈哈哈哈 所以 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 機會 機會就是這樣子 機會就是這樣子 把握 這樣子 看起來是有真實發生 這種事情 絕對都是有發生過的 對我覺得 從以前應該就有這種 就是說 就是說 要找代義 這種事 就是會 還是會有人就是 沒有代義過 對 我覺得願意代義的人都 很好 哈哈 哈哈 願意代義的人 基本上就是說 願意努力 是件好事 在這裡就是 要有那個 熱情 哪個 那 就是希望這些 真的有努力的 人 有那個回報 這樣 不然就會覺得說 就是說好像 不然就會變成說什麼 好像他一直代意也是沒有 沒有好處的話 那就是沒有人會搶代意 對 這種就真的是 我覺得是 多少都看得出來 心之肚明 有心就是看得出來有心 寫科具的水晶四葉草 劇場鐵人的悲情 寫科具的一顆心 但是我覺得這種就是 累積啊 隨著時間累積 大家對你的評價就會 會越來越好這樣子 還是會 我覺得還是有差啦 就是即使如果 就算 上面的人沒有看到 但是 成員還是 看得到這樣子 至少可能 要排什麼東西的時候 會說什麼 那 要怎麼樣怎麼樣的話 就會說 我覺得 蠻好的啊 這個蠻好的啊 但是 這個可能有點 沒有這麼 等時候就是 會 還是會有這種影響 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的話可以 它的話 可能有點難這樣 會被左右 這種時候就會被左右 對我 話語圈 話語圈 這種 本來就是會有 如果要跳這個的話 這個人可以 這個人 應該 練不起來這樣 會有這種 跳起來像例子 所以就是說練習還是 還是 還是看得出什麼 是人都會 比較嗎 相信各位應該也是有 有一些 就是公演都看了這麼多次 應該也是有一些 想法 有些心肚 謝謝小偉的 插插禮 那些公演你們只看你們想看 但就是說 如果能讓你想看你想看的人 的話 你肯定是可以啊 但是UNIQ 總是會有 你想看的人不在的時候 或是就是 你就是沒想看 但是你就會看到的時候 也是有 就是 如果能讓你想看 你會看到 那些公演的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那些公演的 那些公演的 叫做 那些公演 做好動作,拍子有對,不要跳錯 然後不影響到其他人的話 這人要怎麼跳都不是問題 不影響到其他人的話我覺得是 最主要的 我覺得公演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不要去站到別人的位置 不要去擋到其他人的位置 或是站到別人的位置 然後站在其他人的號碼上 以外我覺得 想大跳想小跳都沒有問題 大跳錯跟站在別人位置上 跟走錯別人的位置 的話就是這個應該是最嚴重 嗯 在舞台上遊蕩 這個是最可怕的 時候 這樣子 對 當有一個人在舞台上找不到位置的時候 那應該是全場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東西 其實 其他人都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有一個人在換位置的時候 應該是會很明顯 所以就是說 對自己的 對自己的 要言負責 負責任 成為最新人 還是相信看得出來的人 就會看得出來 嗯 有很多人 一般都站定位 看得出來 才有人移動 是真的很明顯 多半比較盲目 我們看得出來就好 粉絲的話就是 對啊 都半比較盲目 但是出去的話就不是好說 因為出去的話 就是會有很多不認識的人 然後就會有 就會有一些比較直接的話 的時候就是你們的小偶像會受傷的時刻了 但是你們如果這種時候又 就是直接站偶像那側的時候 就是感覺也不太好 還會有影片流浪 一直夸夸我最討厭一直夸夸的人 所以我都說大家不用特別夸夸 我沒有關係不用特別夸夸 我會自己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自己很不要臉的 大家不要刻意夸夸 那種出去上節目的時候 我都說不需要特別去刷留言說 很可愛 不用特別夸我 謝謝 我會覺得說 其實也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跳得好好喔 這種的時候我就會希望大家閉嘴 大家不要再講了 大家不要再講了 我沒有 跳得再跳 這種 這種cover的時候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水口的說出這句話 不要水口的說出這句話 我真的承受不起 我真的承受不起 我承受不起 我承受不起 當然那種跳我們自己的歌的話 大家這種cover是完全是可以接受 我畢竟跳我們自己的歌就是最有信心的時候 就是跳那種cover 這種cover其他團的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那種夸夸我 真的是 就會覺得說好可怕好可怕 那個隨時就會有 隨時就會有什麼人出現這樣 說好可愛就好 安心安全 可以說好喜歡嗎 可以說好喜歡嗎 不用說真的跳得很好 這種 這種 就是不用特別講出來 對 就是這種時候就很容易會有那種 就是 踩一捧一的這種感覺 就會覺得說 是不用 是不用 這是不容易會有那種 哈哈哈哈 身本那邊就跳得很難 對 這就是一個開始的 這個開頭 釣魚 釣魚 這種 這種真的是 這種真的是 不用 尤其是那個reels 我們不是會拍那個reels 在公演後 這種拍reels 然後大家就 大家就會說 什麼跳得真好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講說 其實沒有跳的 我們真的是跳得很亂 大家就是 跳得很亂 各跳各的 大家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盲目的誇我們 我們真的是在亂跳 這樣子的感覺 我們真的只是 在亂跳 這時候大家就說 這是跳得真好 這時候就會是這樣 希望外面的人都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哈哈哈哈 希望外面的人都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只是自己內部在玩而已 我們沒有要認真 我們那個不是認真的一個cover的表演 我們真的是說是好玩的 我們是好玩的一個cover 我們沒有要認真的 希望大家不要變成說我們好像是認真的cover 然後跳成那樣這樣 哈哈哈哈 我們真的真的沒有 我們真的就只是練習完後 然後突然在那邊大家開始集體這樣 怎麼跳怎麼跳 然後來剩幾次 我們最後 這一次就最後定生死 這樣 然後我們就拍了這樣 然後誰跳錯就不管 就是因為就拍了 就只能發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只能發了 哈哈哈哈 那時候還一直說 確定要發這個嗎 真的很可怕這樣 但還是發了這樣 哈哈哈哈 基本上公演後的那些reels 絕對都是當場才在學的reels 哈哈哈哈 就是 那個不是說什麼 我們練了好幾次然後拍這個reels 就是沒有 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就真的是 想說拍個東西 這時候就覺得說 大家 大家說跳得很好的時候 就是覺得 呃 其實也沒有 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都知道跳得很爛的時候 大家說 這樣真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呃 嗯 其實 嗯 怎麼可能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 嗯 嗯 所以才會說什麼 就是 不太 沒有 想要大家一直去留言 哈哈哈哈 就是盲目的啦 對啊 而且因為就是這種東西 人多的話 然後就是大家就只看 可能看自己的推這樣子 這種的時候我就會希望大家就是 比起直接誇我 還是你們 就乾脆直接誇整個影片就好 就是誇說 大家跳得好好喔 就是 不要特別把我揪出來這樣子 不用特別揪出來我 跳怎麼樣就好 就是 就是 至少 至少好像是在誇全體 不是 只誇 一個人 哈哈哈哈 哈哈 不然的話大家就會想說 是哪一個跳得特別好 我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等一下 不要 不用特別說是誰跳的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嗯 對 起碼大家一起承受這樣子 不會變成說 誰跳得很好 沒有啊 他沒有跳得很好這樣子 就是 那不如你就說大家跳得很好 然後就會變成說 嗯 沒有跳得很好 就是不會有那種 只針對一個人的感覺 呵呵呵 呵呵 針對大家 一起 大概一起被針對 的話就比較好過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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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跳得特別好 然後去看一下 嗯 好像也沒有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尷尬的開始 呵呵呵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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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怕被罵 也不是太怕被罵 我只是說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我自己沒有很滿意的時候 大家去誇那個東西的時候 就會覺得 尤其是 我覺得尤其是上節目這種 因為reels這種絕對就是我自己可以接收的東西 我才會放到我的reels上面去 但是 就是上節目這種 有些我就會覺得說這個鏡頭沒有很好看 但是 大家就會說很棒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 這樣 這樣 覺得不輸 渾身不對勁 哈哈哈哈 就是上節目的時候就會很常會有這種 這種 我真的覺得 不行耶 這樣子 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是粉絲嘛 粉絲看就是覺得 像 好可愛喔 自己的偶像好可愛 但是 就是自己 後來看了 有一些節目什麼 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說 就是這種 沒有到 真的 覺得 哇 的那種感覺 哈哈 哈哈 就不是說 不是說 跳得不好 就是說我覺得沒有到 驚豔 就是如果我覺得說 這個跳得蠻好 蠻 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看的時候 的時候 就會覺得還好 但是有時候就是覺得 普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大家的那個誇 會讓我覺得 覺得 覺得很那個 對 假設我自己也覺得好像蠻不錯 的時候大家誇到 我就完全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是有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普通的時候 大家說很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很好 哈哈 怎麼可能很好這樣子 就是在我的內心 會有一個 說 這就是 及格線 就是說我有 跳對 有跳好 但是沒有到 哇 那種感覺的時候 大家說 超級棒的那種時候 我就會覺得 嗯 的那種感覺 嗯 的那種感覺 提示一下我們很好的時候 讓我們把你誇上天 哈哈 有啊 我有時候都會說什麼 大家記得要去留言喔 或是大家記得要去 分享或是按讚什麼 會特別講 會特別講 會特別講的時候 哈哈 哈哈 沒有特別講的時候 就說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麼節目喔 就好 這樣子 就是 大家有去看我就已經覺得很好了 就不需要去特別去留言 大家看了嗎 這樣子 而已 哈哈哈哈 看了嗎 這樣子 就是 只是 問你們看了沒 然後沒有要問你們的感想 沒有特別提 就是真的就是 嗯 對 對 那種感覺 哈哈 我自己拍的reels 才會叫大家分享留言 哈哈 因為自己自己拍的東西 肯定是自己拍了很多次 拍了好幾次 自己覺得 真的可以的時候才會放出去啊 但因為那個就是出去商演出去通告這種 就是一次 一次就要有一個就是奇蹟的話其實蠻難的 因為就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 角度 跟 什麼 就是都有差 哈哈 哈哈 嗯 對 對 但我覺得我們自己的歌就是蠻好的 哈哈 哈哈 我們自己的歌 然後那種直拍你們這樣 這樣 夸夸的話我就覺得還好 這種就是 我自己覺得還好 但是還是有啦 有些角度就真的 沒有 沒有很好看 這時候也是有 就是比如說從這種角度 真的 游下往上拍 就是 就是這個 色調 看起來 沒有很好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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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角度翻出來的不太行 就是直拍也是有分 特別好看的直拍 跟 這一場真的是 不管怎麼拍都不會有好看的直拍 就是還是有差 哈哈哈哈 今天是 對 今天是準時下巴 死亡下巴 是否還很吃現場的蛋光 對 可怕的由下往上 只有皮的雙下巴 就是 就是說下巴太短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畢觸 下巴太短 就是他就是會有這個 這個 下巴弱太多 其實採霓紅燈的時候會很像 但我其實覺得上次嘉義的 雖然那個燈可能 你們沒有很喜歡 但我覺得好像還蠻好看 還是其實你們也沒有覺得很可怕 但我覺得還行 有些人的 看起來還行 其實有時候就覺得 有時候就覺得 有時候就覺得臉很大 有時候的 可能有時候也是妝髮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這個妝髮就是會顯得沒有很 好看的時候也是有 所以妝髮這個就真的只能靠我自己 但我有時候就是 就是每天的這個狀態不太一樣 有時候這個狀態就是今天的頭髮就是很完美 很棒 很好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我當下覺得蠻好的 但是表演完後看紙拍又覺得說 你今天的妝髮沒有很好 就是也是有 所以 就是說我這個人比較嚴格 我這個人比較嚴格 有時候也不是說我不去 覺得你們拍的不好 我就真的只是覺得我長得沒有很好 對 今天喔 今天還好 今天真的還好 今天還好 今天還好 每天妝髮都有差 差異 我自己是就是摸屬 好容易 對 對 我很容易覺得就是 今天的頭髮沒有很好 今天的 瀏海很怪 今天的鬚鬚很怪 今天這個鬚鬚有點太熟 今天 這個 嗯 這個分邊 嗯 今天這個角度 嗯 這樣子 哪裏歪歪的 而且有時候就是說 我當下就是覺得還行 但是你知道 拍出來我就又覺得不行 呵呵 的事我也是有 就是 就是我今天覺得還好的時候 有時候拍出來又覺得說 好像還行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今天 弄得 蠻好的 但是拍出來又覺得 嗯 沒有很好 的時候我就會在想說 就是自己看 跟拍出來還是有差 就是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拍出來的時候 不是長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比較容易有奇怪的妝容 可能是你的問題 應該不是你們的問題 就是說 我常常會有時候覺得 這個鬚鬚有點太多了 我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很好看 但有時候拍的時候 又覺得好像還行 那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好像細一點會比較好看 這樣 然後就會弄細一點 結果有時候拍出來又覺得說 細一點好像有點看起來 就是臉很大還是什麼 就是 很 我常常就是這樣 看那個大的照片 那今天 要抓多少的量 就是要長一點還是比較好 短一點比較好 就是我每次 每次都在 有時候我會看飯牌 試圖去找出一些 我覺得這一天的 這個量 是OK的 這一天的這個 開的 這個 這個 縫的大小大概是怎麼樣 今天這個 有一點遮到眉毛 今天這個 沒有遮到眉毛 就是 回去 看說 我覺得這一天 特別好看 那到底是擦在哪裡嗎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到底擦在哪裡 這根 這根到底是要 這樣子 長的 還是它其實是要短的 還是應該要 就是長到這裡 就是要長到這邊 還是其實 到一半是最好的 就是 我還沒有找到一個 就是固定的 固定的 點 然後到底是要直的好啊 還是要捲的好 貼一點比較好 還是就是要這樣 騎的比較好 還是就是有很多 哈哈 這個病已經做了 蠻久的 所以我每次商演的時候 我都會 因為我會怕我自己 太麻煩 就是太 太麻煩 就是我會 我其實化妝不用很久 但是就是說 這種 這種 這種要認真的時候 就會搞得很久 這樣 對 就會希望是 最完美的狀態 對自己品質管理 我是 一半時間這樣 就是平常可能 瀏海就是 因為不需要到那種 那種 一定要 就是這個就是要 完整 到底 就可能練習的話 就會想說 那就這樣就好啦 就是不會有這種 要求 但是 說今天是有表演 今天有商演 就是去哪裡 然後大家可以拍照 什麼什麼的時候 就會 特別的 努力想要讓今天 長得比較好看 對 不然的話就會覺得說 嗯 好啦算了就這樣 對那這個感覺 但是 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嗯 要嗎 這樣嗎 還是 今天 難道就會有很多 很多那個 猶豫 顧慮 很多 有的沒的這樣 難怪看到我都覺得很完美 難怪看到我都覺得很完美 就是 工作的時候就會 特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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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感覺 因為就是 你知道身為一個偶像 就是會想要有一個 好看的範牌 對 但有時候 好看的範牌是 偶像跟粉絲的這個 共同的作業 就是說 我自己不弄得好看 你們也很難拍得好看 我也很難滿意 所以就是說 我自己就要讓自己 想辦法讓我覺得 今天很好看這樣 你們拍出來才可能 有那個更高的機率 讓我覺得今天的這個 範牌特別好看 所以 所以 我這邊努力的話 那個 今天的範牌就會有什麼 今天的範牌很好看的 那種感覺 哼哼 不然的話有時候我都覺得 好像其實不是 不是光也不是角度 就真的是我今天覺得 可能今天的妝 可能今天的眼線哪裡怪怪 今天的眼影哪裡怪怪 今天的劉海哪裡怪 眼睫毛嗎 就是我會開始找到 找那個 究竟是哪裡不太對的那個感覺 來練排名的十個人 今天的十個人 第十名是科技魚 謝謝科技魚 第九名是黑傑克 謝謝黑傑克 第八名是華為 謝謝華為 第七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六名是季城 謝謝季城 第六名是小偉 謝謝小偉 阿嘞 少練了一個人嗎 也沒有嗎 阿嘞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十五 十九八七六五 第五名是小偉 謝謝小偉 第四名是小玲 謝謝小玲 謝謝小玲 第三名是幾米粥 謝謝幾米粥 第二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第一名是Rever 謝謝Rever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對 對的 但是比起以前 我覺得現在的 泛拍大多數都變得很好看 我覺得是因為我自己 開始比較會狀發 開始 比較 自己開始長得比較好看 所以那個泛拍也有長得比較好看 不然的話 以前就覺得說 阿怎麼拍得這麼醜 但好像有一部分是自己長得醜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泛拍這麼醜 對 有一部分就是 覺得自己長得太醜 對 我錯怪了 我錯怪了以前的各位 這樣子 我錯怪了以前的各位 就是 完全是因為 以前本來就長得比較醜 這樣子 以前本來就長得比較醜 所以難怪拍出來的 真的有很好看 以為要誇發大家變厲害了 哈哈 他以為說要粉絲大砲有升級 哼 我不知道大家升級的怎麼樣了 但是太久沒有測試大家的相機 就只有那個公演上下班 但是上下班就還好 我就是想看舞台照 但是就是 那個見送什麼的 就還好 哈哈 那你怎麼沒有拍照啊 給你舞台啊 對啊 就這樣 給我舞台啊 這樣 哈哈 哈哈 對 等八單出來 等八單出來 等五週年 是吧 就這樣子了 大家 我們要 下次就是八月見了 各位 希望下半年 下半年 可以多一點 讓大家參與的活動 拜拜啦各位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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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見 拜拜